而過了耶誕就快要迎接2014年了 講到新的一年 大家除了最在乎的就是放假天數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適合假取的黃到吉日了 我們幫你來算了一下 來年適合假取的日子一共有122天 其中31天是落在週末假期 而最後可能被新人火力全開 丟紅色炸彈的月份又在什麼時候呢 趕快帶你來看看 踏上紅毯走向人生新旅程 終身大事百出酒席 邀約親朋好友來助陣 不過要選在哪一天 翻開月曆日曆農民曆 這黃到吉日做出統計 2014年一共有122天適合假取 翻開日曆挑選日期 新的一年適合假取的天數 1到6月只有4月的天數在個位數 至於下半年7到12月 月底的12月不過才4天 全年有122天好日子 其中有31天是週末假期 7月和11月更是關鍵 因為這兩個月份 各有5天的週末假期 也就是說 打算在這幾天結婚的準新人 得趕快下訂飯店酒席 以免找不到燕客場地 至於親朋好友 則得打量自己的荷包 準備迎接紅色炸彈襲擊 103年 國家表定放假114天 至於農民歷上的黃道吉日 這一年則有122天 不管天數多少只要準備好終身大事 其實百無禁忌 天天都可以是好日子 記者公寓的張俊東的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